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的机构在最近关闭了 所以我在过去的差不多十年的过程中 参加过就是比如说青年女权行动派的一些行动 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因为在2015年 参加反性责二活动被拘捕的就是女权五姐妹之一 再然后我在广州做了一个叫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机构 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最近有被列为 那个民政部列为涉嫌非法组织的机构 所以那个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就关掉了 这个是大概的一个经历和介绍吧 我同时也做纪录片 也写一些文章和做一些调查研究吧 那这样听完你的这个女权史还真是蛮长的 蛮长的一个历史 但我很想知道就是说应该大家都很想知道 你最开始是怎么样进入对女权活动 问你的女权思想是从哪里开始的 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正是就是开始 比如说有一个女权的启蒙或者萌芽 如果要讨论标志性的世界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2007年 可以吗 OK 如果要讨论这个标志性的世界应该是2007年 我开始接触和认识应道读白之后话剧 然后其实那个场特别有意思 就是因为我在大学05年入学嘛 然后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其实是我们戏剧社团里面非常活跃的一个人 所以我当时还创办了我们戏的一个社团 叫我们剧社 那当时在这个社团里我们每一年大家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每一年每个剧团有自己的所谓的年度大戏要演出 我当时还在构思说我们今年要演什么 那特别巧我有一次去那个眼镜店修眼镜 就我以前进室的时候 然后眼镜正在修 我就没事做 我就在那个眼镜店的桌子面前看报纸 然后特别惊喜 就是我看一个报纸 而且是凑了很近的在看 我特别记得那个场面 就看报纸他就说 武汉这个地方演出了一个话剧叫音道读白 我就对这个名字就很好奇 而且我是搞戏剧的社团的嘛 然后一看就觉得好有意思呀这个剧 所以我就回宿舍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搜 说音道读白这个话剧是什么样的一个话剧 结果就发现 这个是一个艾晓明老师在中大 因为他应该是05年开始做的嘛 我是07年就有另一个叫彭小辉的老师 把这个话剧带到了武汉 所以当时应该是武汉城报 或者武汉的一个晚报报导了他 所以我就开始去搜那个剧本 然后又间接地搜到那个 应该是HBO 关于那个Ewan Insler的一个采访 和关于这个剧 我一看我就觉得哇 这个剧好有意思呀 我当时想像 不然我们今年我们就演这个得了 所以我又很间接辗转地联系到了彭小辉老师 他把我带到他说哎他这有艾晓明老师版权的那个阴闹度白 所以有一天我就带着我们的两三个演员一起去了他家拜访了他 应该是他的办公室还他家我都忘了 然后他也给我们放了那个 他也给我们放了这个片子 然后一看我记得我们当时演员都在流泪 然后看完那个就是艾晓明老师版的这个纪录片之后我们都特别的感动和振奋 就说啊不行我们回出去就要做这个 然后其实我们当时啥都不懂 就关于性的经验或什么其实也很少 我们就回去就觉得哇这个好棒我们回去就弄 然后我们就开始招演员呢 然后我就是作为负责任和导演就开始招演员排练 然后中间有一些剧本也是我们自己改的 就改剧本啊增加剧本 然后又筛选了他以前的剧本 我们就这样子在武汉大学演出了 我记得演出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 我们根本没想到那么多人 其实真的我们武汉大学有一个叫阴鼎的一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小剧场在那里 整个地方都几乎都挤满了人 大概是可以容纳多少人 应该有一百人以上吧一两百人的样子我估计 但它是个很小的剧场 所以其实边上是围了一两圈站着的人在看的 然后哇反正一演完大家就在鼓掌啊 我们就觉得就对于一个当时的学生来说 就觉得哇真是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然后讨论的又是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比较先锋的一个话题吧 关于性对关于性关于女性关于阴道什么的 就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觉得一是个很很很先锋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所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就很有意思吧 很有很有意义 所以这个就是07年的时候我们演了大概有我想想可能一两场两两场不到还是怎么样 然后很巧的机会是09年 有一个叫画美超人就也是戏剧圈的一个前辈吧 他又开始忘记是受可能是受复旦大学那个版本的影响还是怎么样 他又是召集全国的召集人来在不同的城市做音道独白这话剧 所以他就找到了我 因为他知道我07年做过 而且我在我要没记错我07年的时候就接触了正江大学 还有复旦大学的一些做这个剧团的人 包括知科社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知道他们了 所以09年我们又做了一次 而且又做了一次是我们把演员就是扩展到校外 然后呢还找了另一个朋友来做导演 我是相当于是做制片和着急和整个负责的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当时在全武汉演了四场去了不同的学校 还去到社会场所还去了一个性学博物馆演出 所以那个也就是变得很大 然后也还拿了一个武汉的武汉内有一个第一届大学生画剧艺术节 我们其实是拿了第一名的这个金奖 但是后来把我们取消掉了因为这个名字 后来我们去的现场的演员就告诉我 本来我们是金奖 他给我打电话说导演怎么就我们本来是金奖没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原因是因为市长会去颁金奖 所以他们认为我们的剧可能成为金奖不太好 就给我们单独了一个优秀表演讲 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做那个竞赛的时候 我们演出来我们的演员告诉我 就是说下面他们那个评委是站起来鼓掌的 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很认可这个剧的 只是因为这个敏感性的问题就把我们撤下来了 但可见说这一个整个剧或者音道 对啊 还是许取的巨大的成功 那你觉得他其实成功性吸引那么多人 他的那种先锋性在哪里呢 我觉得一个是他首先在一个学生社团 把一个关于性的话题 而且是跟性的暴力和女性那么一个 可能说是隐私不被谈论的地方放上来 而且07年还属于性这一个话题 是没有被充分的讨论是没有被充分的讨论是没有被充分的讨论是没有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狠心 我相信包括现在在演出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不是那么容易讨论的话题 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禁忌性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能让学生会觉得 但是他一方面他是禁忌性的 可是一方面他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想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我们当时做那个工作坊的时候 我们会让我们的演员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搜集故事 和大家互相讲经验 我们就发现就像伊万恩斯勒的一个台词一样 就当女人一旦谈到性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 因为我们现场真的发生了这个事 这个人讲了一个故事 那个人开始讲 然后就一直讨论关于性的高潮呀 关于什么怎么做爱呀等等 就是这些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 然后很愿意去说 我后来想就是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因为 可能平时太缺乏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去讨论性 和讨论性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东西 它可能是暴力 可能是禁忌 也可能是高潮 也可能是关于我们身体的这种变化 比如说你来了月经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围绕着性的方方面面的东西 没有一个空间去讨论 所以当它一旦拿出来 就会吸引很多人的注意 而且也是女性这样自发的主动 包括我还有剧组的人我认为都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是教育 因为通过这个我们去开始去聊自己的东西 其实你会发现女性的故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宝藏 就是很多人会讲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当时的演员有一些是已经毕业的呀 她就会讲她的性的高潮的情况 我们那些就所谓没有性经验的女生 包括当时的我 我们就都很好奇说 啊 是这样子 然后啊 是这样子 然后呢不同的人又讲她月经的感受 你就会发现 他们的月经感受又挺不一样的 而且我当时特别感动了一个 是我一个学姐 当时关系非常好 我其实之前都不知道 她的一些个人的故事 但是后来她来演这个话剧 她说我来写一个剧本 她其实写了是一个人流的剧本 我后来才知道 其实这是她就告诉我 其实是她自己的故事 所以虽然就是我跟这个学姐那么熟 但是其实好像她有一个那么悲伤的故事 就她因为育外怀孕 最后流了产 就自己自愿去那个吃了药 做了人流 但是我并不知道 所以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说 关于性别或者性别不平等 是一个那么重要的话题吧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一闹独白这个剧相当于是 我好像回顾我的人生经历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在那个之后 我开始意识到 其实性别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而且那么多女性 她们身上有那么多的 不管说被压迫的呀 也好 或者说精彩的故事没有被发掘 所以在09年之后 我们就创办了一个组织 叫武汉女性权益与社会发展小组 这个是对我个人的影响 然后你刚才说 对社会我觉得一个就是教育嘛 一个是我觉得我们剧组的女性的演员 包括男性 我觉得她们都是有一种被赋权 或者也是开启了一些新的 视角的感觉吧 我记得我们07年演出的时候 我们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那个剧团演的只能是女的嘛 所以男的全都是做剧物啊 道具啊 就是全都是在后面帮忙的 女性全都是主角 对 女性都是主角 然后我但我让他们介绍 就是最后我们有一个结尾 每人介绍一下自己 我最后有一个 就做剧物的男学生就说 我希望把这个剧献给我的妈妈 就是远在天堂的妈妈 当时我们就觉得很感动 好像说这个男生 他通过演出 或者他帮忙这个剧的剧物 他成为一个跟他母亲的一个 好像新的一个连接 因为里面最后一幕讲的是生产嘛 就讲人从那个女 妈妈的阴道里出来的生产 所以他当时这个我就觉得 好像还是挺感动的 就是说不仅女性参与了 我们的男的男生也参与进去 而且他可能在那个时候 意识到他妈妈 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 这个生下他 或者女性的这种 不容易的面向 或别的东西被他挖掘了 那其实说这个剧不仅是说 让你认识了女性 或者认识了我们自己身边的人 也连接起了女性 跟你的更多的 你连接了更多的女性的 共同的经验 甚至让男性也开始说 打开了一个连接的门 就致识你自己女权思想的一个 启蒙 即便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或者没有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但是我当时已经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我们应该去做 就是朦朦胧胧的觉得它具有重要性 好像有东西种在自己身边 有一点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刚才说那个小组 然后 这个小组主要是做什么事情 其实最开始主要是我是比较主要的 算是发起人吧 我还有我们剧组两个人 一个是叫小铁 可能没认识 他现在是北京同事中心的主任 另一个是我当时的那个室友 但是他后来去阿里巴巴工作了 就毕业之后 所以我说 你们看我们那个剧组最开始的三个人 人生路径还挺不一样的 对啊 后来去淘宝了 当时我们就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个是放片子 所以我们有一个当时是两周 还是一周一次的观影会 这个观影是主要哪方面的地方 就放跟性别有关的 一闹独白 我们范围叫厨祭等等 我忘记了 反正做过几次这种活动 然后我还做过讨论会 可能是关于性别的讨论 具体细节我可能忘了 得回去查一下 而且我觉得当时又是 就是我们当时在网上搜 我在网上搜都搜不到太多的组织 我就直接搜到中山大学 有一个女性性别与社会发展 那个网站吧 应该是艾老师啊 柯老师他们当时做的 我其实我们这个小组的名字 就是我参考了那个网站 我看可以这样叫 那我们也这样叫吧 就把我们的名字给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其实是通过这一件事情说 你就开始进入或者说开始了解到性别 跟性别平等或女性受到的压迫的问题是吗 对对对 那什么时候你是开始成为一个行动派呢 应该是09年发生了 我认为就是两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重要的事情是 我被选中去参加一个国际的性教育组织 叫马里斯特普的一个机构 他们有一个青年先锋的项目 就是培养青年的行动者 然后是主要做性教育的 我就被选了 然后同时在那个夏天 我又参加另一个是LGBTQ的一个小组 是有当时很活跃和出名的北京的好几个机构 应该北京同志中心已经有了 北京基安德 同于爱白 典杂志 就当时在北京很活跃的组织 他们做了一个青年的酷儿有关的夏令营 但是当时我是个职人 我也被选中了这个夏令营 然后所以当时同时在夏天 我连续的参加这两个培训 然后参加完这两个培训之后呢 在那个同志的夏令营 我当时已经跟他们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小组了嘛 我当时已经跟他们联络说 我想做那个酷儿营展 就想让酷儿营展去我们武汉放 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活动 然后呢 在那个青年先锋那个 他们又有那种很小的小额资助 我就在里面做了一个剧场的项目 叫零剧场的项目 就是做一些论坛剧场啊 或者应用剧场 用戏剧来做性教育 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这样的 所以在那我就建立一些联系 在那回去之后 我觉得就是关于这种行动派 或者行动者的那个概念 就会更强了 因为你好像感觉从一个地方的 没有什么资源的小组 就自己有一种朦胧的感受 去做工作 那在09年之后呢 就好像感觉跟一些 所谓的国际组织 或者大咖什么的 就感觉有一点找到组织 或者有一些更清晰的认同吧 因为我想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 这么大规模的接触同志 红性恋这个群体 但讲到同志又是另一回事 因为我本来本科生 我很奇怪 我就想做跟同志有关的研究 所以在09年之后 我就两方面 一边是性别 而另一边就是做LGBT有关的工作 而且那个时候我 就这个故事好长 我真的觉得两个小时又不够了 我就我就还要先讲性别 反正因为一些因素 我们原先那个性别小组 就慢慢做得少了 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人 都参加了另一个叫 武汉Rainbow的同志小组的工作 然后成为里面的核心成员 所以重心就转到同志那边去了 然后差不多我是在11年毕业 11年 所以在那个期间 一两年的期间 我就在一边读研究生 一边写我的论文 然后一边就是做 刚才说的这个小组的工作 然后11年我毕业之后 我就开始做了一段时间的猎头 然后做猎头的工作 做猎头 对 我当时就毕业了找工作 我就去了一个 最后选了一个猎头公司 然后在那做工作 可是我做猎头感觉就觉得 好像每天都在浪费生命 然后就会感觉自己 可能还真的是有那个行动者的血液在里面吧 有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 我们小组赶紧什么活动 然后去哪里参加一个什么拉营 或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就其实真正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并没有那么多 而且那个工作也是有点无聊 因为你刚开始进去是要打那个call call 就是每天联系客户啊 要算你今天做了多少事怎么样 所以有一个很好 有一个契机就是 后来好像因为我和另一个同事表现得还不错 我们就被武汉的分部选到北京去 做北京去培训 然后去集训之类的 所以在那边搭了应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包吃包住就在那待着了 然后我反正就是趁着那一个月的时间 我当时已经在考虑换工作了 所以我就趁着那一个月的时间 开始去北京找工作 就是血液里还是不爱 对呀就是啊 然后就觉得挺无聊的 所以我就在那边找的时候 就有两个机构 同志的机构给我offer了职位 然后在对比之下 我就选择了北京基安德 就是最早的一个同志的机构 然后去那边做全职 所以差不多应该是9月10月吧 我从北京培训完回去之后 我就立马辞职了 然后武汉的同事还好奇怪 说怎么把你送去培训 一回来就辞职了呢 然后甚至我跟要辞职 他们还留我 还说公司老总还在问呢 就是说怎么你又走了啥的 然后我又没有告诉他们 为什么我就说反正要走了 咋样咋样 所以我就辞职 然后11月份就到北京基安德 就搬到北京去 在北京基安德入职 所以就开始我的一个全职的工作 那像你刚才说 你一开始其实在做戏剧之后 就在关于性别的性教育或性别 然后你刚刚也说 你一开始这个侄女方面 是不是这方面的工作有加速 或者说要你更好的 对自我的认可认同吗 你不介意讲讲这方面 当然不介意 我觉得可能两方面都有吧 因为后来我开始 我也是在那期间发现 自己可以开始喜欢女生 或者对女性感兴趣 主要是因为我09年去那工作坊 有一个T好帅的帅T啊 我记得她那个做完那个presentation 就分享完之后 我跟另一个女生 现在那个女生就是在新事项工作 我们两个都晚上去吃 对 吃那个米线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吃不下 我们就说哇 刚才那个谁太帅了 然后我也坐那时候 哇刚才那个谁好帅啊 怎么怎么样 两个人吃饭都快吃不下了 然后第二天她就把她约走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后对啊 然后我觉得带着满伤感的感情 回到了武汉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感觉 好像觉得女生可以很帅啊 怎么样 那再到后来 我就结识了一些女性啊 或跨群师一些啦啦什么的 就有点逐渐把自己 开始从侄女开始定义为双性恋 然后 然后就更多的 但回到刚才你那个问题 我有时候也在想 因为我后来想起我小学的时候 其实跟一个姐姐的关系是特别好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跟那个姐姐聊天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说 到底它是怎么说呢 流动的还是天生的 还是说因为你发掘了更多的自己 还是因为你的这个人生的路程 让你有机会去开发新的东西吧 反正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当我跟女性有了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后来开始交女朋友之后 我觉得那感受也很不一样 以前你做工作好像觉得我是个侄女 我要帮我的同志朋友们 做一些事 stand up或者什么 为了他们 但是后来你就会有一种更切身的那种 关于同志所受到的歧视 以及专于 对 关于女性本身受到的这种歧视 更深切的一个感受 所以如果问怎么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觉得 一个是阴道独白 另一个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女性身份 让我其实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和不同的歧视 如果你回去看的话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就是我相当于是 我母亲相当于是 就是家里有过这种家庭暴力的事件 所以我也相当于是家庭暴力的目睹者 包括我们在那个小农村嘛 其实打老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而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成长 我也能够看得到 就是别人对待女人的方式 和对待男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而我自己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那种 可能喜欢探索多一点东西的人 或者根本没有这种特别的意识 认为我是一个女人 我就不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那种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在另一方面的话 其实我从小可能也有一种 这种特质吧 以及我作为女性的这个经验 再加上后面的 刚才说阴道独白啊 或别的这种经历的加持 让我到了现在的这条路上 那可以说其实作为女性 从小到大就在承受着各种压迫和暴力 只说没有接触之前 或许因为到处都是 就以为是这样 但是接触了这样子 引道独白 以及后面的这些行动 让你看到 或者说正视了 这是个性别的问题 导致的一些压迫 是这样子吗 可以这么理解 那你后面是 因为我知道你后面 还参与了更多的活动 甚至后面又被捕啊 对对对 能讲一讲这一方面的事情吗 那个活动其实 就是一二年的 一二年的时候呢 我当时在北京静安德工作 而且北京新天地那栋楼很有意思 就那栋楼里很多不同的组织 像北京静安德 北京同志中心 有一段时间 爱白在那边 然后女权方面 女权之身 其实就在我们的隔壁 所以我们是邻居 然后当时还有另一个组织 叫议员公社 那时候好像还很蓬勃 对是的 非常 然后所以我就惊慌去参加 女性的活动啊什么的 也是有一次 我记得参加那个一个活动之后 我才认为 原来其实我就是女权主义者 只是我之前不知道 要用这个词来重复自己 只是那个时候接触了这个词 才会觉得 原来我是女权主义者 或者有一种更明确的这种定义吧 然后那个时候又很蓬勃 当时我记得是有朋友 就组织活动 因为大家都玩得很熟嘛 有时候 对我们当时还一群人 还搞了另一个小组 叫边边小组 总而言之 就创造了很多不同的组织 然后 然后是当时有朋友 就是说组织 说去 我们可以那个情人节 之前情人节是同志啊 或者女权什么都会搞活动啊 就是说那我们去做一个 受伤的新娘的活动 然后就开始找 那个愿意参加的人 然后我就去了 所以是被相当于是被挑来来做这个 然后后面 但是我其实也不算最主要的组织者吧 就当时更多是有点 留下的新年是一二年了 对对对 但是是怎么会选择这个前门这个地点呢 因为前门是一个比较地标性的地方嘛 而且我再猜想可能 因为之前像2009年什么的同志组织 就在前门做过一个非常轰动的 一个行为艺术就是在前门拍婚纱照 然后拍完应该是情人节14号那天拍的 15号几乎他们当时跟我讲 几乎所有媒体的重要的头版头条 都是这个照片 所以我想可能大家会把前门 而且那个地方有一条路嘛 什么的可能会把那个地方 做一个重要的地标 或者重要的北京的一个标志物去做去拍 所以就可能就选了那个 而且那时候刚好不是有李扬的家暴事件吗 我们都很深切愤怒 所以在中间我记得我还一边走喊口号 所以我还喊了 就说反对李扬打老坏啊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其实当时这个背景应该说 还是因为有李扬这个事件 家暴她的妻子她又是名人 然后你们才会有这个活动 说我们留下的新娘 看到新娘后面 或者是亲密关系的一种暴力 对 但据我所知 这个行动当时是参考 我忘记了西班牙 还是某一个欧洲国家 有个类似的这种行为艺术 就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同样 当时你可不可以回忆一下 当时的现场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因为这个相片像你说的 后面都成了各个媒体的头条 现在也很多媒体还在用 甚至你们做蛋糕 做成各种标志 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世界 当时现场的人 一些观众 或者说你们这种行动 给当时会那一个氛围 有什么影响 或者是一种传逢 我觉得我比较印象深的是 那时候还蛮冷的 应该是 不是很 就是我记得当时都有点冷 然后站出来了 然后他们那个组织 其他的朋友就说 可以开始往这边走了 然后刚好不知道 谁弄来一些媒体的人 媒体就说来喊一下口号 我们就开始什么 然后就一路这样走 但是走着走 后来就有保安跟过来了 他可能就在 可能走了我估计三五分钟或多久 因为人都会开始看 然后我们又有朋友开始在发 那个传单 但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路边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我记得当时有两个中年妇女 应该四五十岁 我们朋友就给他发传单 在讲我们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关于那个什么 性骚扰啊 什么的 关于一个家暴的活动 跟他讲了一下 出来那个一个妇女就指着另一个人说 她也挨打 她也有这个情况 我当时就觉得还挺 对我来说还蛮有一点点小小的震惊 又有一点小小的感动的那种感觉 震惊是会 你没有想到你路边发一个传单的女性 她其实就是这种暴力的受害者 那感动的地方是在于好像在那么 我还记得那时候风是吹的 因为那个婚纱都在飞嘛 对 就在这么一个比较冷的 人来人往的这个街道上 然后你因为发传单的这个行为 和我们解释我们在做什么一个行为 你好像突然跟一个 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意见的一个 妇女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连接 因为我记得那个妇女脸上就有一点点尴尬 但是好像又有一点想求助的那种感觉 他们还有点好像在聊这个事说讨论怎么办啊什么的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突然间 就有一点点更多的明白了这种所谓activism和行动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你看你通过这种发东西你就一下子影响到一个那么离你其实生活那么远的一个女性站在你的面前 就是因为家庭暴力这样的一个事件把你们突然连接在一起 而且我当时甚至还在想说也许他知道有人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于他来说也是某种程度的安慰或者某种程度的父权让他知道哎 其实你还可以有渠道或者有人可能可以是帮助你的那那样子对这个很有意思的另外一面也展示出这种情侶关系下的暴力是多么的不便 对就是对因为你看就随便一个对啊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进京的比方 你们想到啊怎么就是离的一下子离这个是那么近了 就你虽然只是做一个流泻新娘没有想到身边的报道就到处都是是那这一个行动来说这当时的影响力也很大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好像老有的媒体采访啊什么的对就开始有名气了是吧对对对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外国媒体还在问一个问题说所以那个后来那个社群内部或者什么跟同志群还有一个讨论因为那个当时参加人不少是啦啦会像我这种双性恋什么他们还在问说哎 为什么总是同志的那个女人来参加这个活动那这个这一个呃流泻的新娘应该是属于你比较大对比较曝光的一个女群行动对不对那后面再还有什么样的后面有参加那个占领男厕所嗯的行动然后本来那个踢光头什么的我本来要参加但是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他就很反对所以你可以可以侧面说明为什么有时候单身啦啦更容易参加 还受影动到时候我想说要提什么他说反正他有点反对啊什么那个意思我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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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参加嗯好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熊进来给我打电话说你要不要去什么什么那个活动我就说好累因为我自己本来有个本职的工作嘛所以其实参加这些并不是在我的一个所谓正式的工作范围内 但是呃对就主要参加这两个是我参加了其他可能就是在背后支持啊什么的这样子嗯然后那个占领男厕所这一个行动你那时候是在哪个地方被北京参加他们是广州的对我记得当时是麦子组织的啊那就是在北京对对对是的然后其他城市我就没有去参加了那占领男厕所这一个呃行动 他的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是为什么了就是呼吁就是男女厕所比例不平衡嗯嗯的这个事情嗯那后面有改变吗在有我记得哎我忘记那个数据哦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还介绍过他其实我觉得这个行动反倒是从影响力和落实程度来讲还蛮高的嗯因为后来我记得促进了好几个高校整个改了他们的厕所比例而且过了几年之后 我忘记是哪个部门了真的出了一个条例就提到说要修改和修改男女厕所比例对修改男女厕所比例就是真正进入了这种比如说某种法规的政策政策法规的一个修订在广州应该是呃各种就已经我忘记了已经开始说对男女是是是是当时有一两个学校因为当他们本校的学生提了后来有一个学校真的改好像是把那一层改成了女的可能具体是哪个学校 他就回去再查一下资料因为好好多年前了嗯那其实这些行动都产生了很直接的对对对对每一个因为你也是五权女的姐妹之一嘛就什么样后面你们怎么行动怎么升级然后怎么会对那那个是是一五年五我想一想一五年的三月三月份其实那个时候有两个活动嗯所以并不是只有一个我们当时我要参加另一个是奥奥奥奥奥奥奥跑步 我忘了我应该也在但是因为那个其实临时就被被约谈了嘛就取消了嗯然后再参加了另一个嗯就是这个刚才说占领男厕所嗯但那个时候他是在不同城市发起的嘛所以北京的话我我记得有一个群是微信群嗯我记得应该是在那个微信群里人都被带走了嗯只是最后有一些学生被放出来了嗯然后我们这些呢后来也有朋友分析啊我们这些相当于这几个人都是在 是在NGO里比较活跃的因为我在这之前因为做同志的活动也有被找啊或者被谈过所以就是在那个之后就被又被抓起来嗯应该是在14年之间我们还做了一些行为艺术是关于同志的嗯关于性LGBT这个主题的对然后我们被被带被带走或问话的话是做了一些跟同志法律什么的有关的研讨会嗯但那些可能都是问话但最后说 对对对对那个我还蛮震惊的这一个还是挺什么的是的是那时候是做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就是大兔发起了一个行动嘛嗯就是说想要在不同的城市去做嗯反对性骚扰在公共交通里反对性骚扰的这个发发这个传单和贴纸嗯其实那但是我想因为它可能是几个城市同时联动的一个行动嗯那其实有发吗根本就没有去嘛没有去就已经被抓了对我印象特别深 然后因为之前一个活动已经取消了嘛嗯后来我们想说哎去发个传单应该没关系吧而且我当时对我的脑子觉得这个事多大的事啊根本大不了的事而且我当时的一个感受是如果被问因为我们也有点小心心理吧嗯就说如果被问的话那我们就说不做了不就得了呗嗯所以大概是我应该是在6号吧还是5号的时候就有警察来找我嗯而且因为他们以前也找过我 我也没有把它当太大的事就觉得好玩他们找你是叫你不要去就之前是找过我一个别的活动哦很有意思在这个活动前一天来两天还有一个电话给我打过来了啊当时北京不是风很大吗有一个女的跟我打电话说最近北京的风很大哦就说叫我叫你啊希望你不要出门我就回答很好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已经有很多征兆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你真的就会觉得你做的事没有什么嗯嗯 就是不是一件那么严重的事所以你还是会相信就不会那么夸张嗯所以6号的时候就有警察来而且我当时不舒服了有点病了我在家里躺着呢嗯然后他直接去了我的办公室是我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哪有警察来找你然后呢我就还拿电话去打个警察警察又给我打了说他们在那个乡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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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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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走了呗 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谁知道一聊 就一直被扣在那 一直到下午五六点 然后我当时还跟他们讨论 他们后来好像 有一个警察有点微词 因为他们有三个人在那 等着我跟我聊 不让我走 然后他就说 哎呀你看我们这三个人 一下午就被盯在这了 我当时也说 我说哎搞了什么 我们又没干啥 什么一个活动 我记得那警察还问我 哎你知道王漫在哪呢 我们在找他呢 然后王漫还给我发信 偷偷发现信息说 我回天津了 他说这边风实在太大了 我先走了 我当时先想 嗯那王漫可能就跑了嘛 他们找不着他还怎样的 我想说哎反正我坐在没事 我就估摸着等会儿 再过一会儿 他们就让我走了 我真的就是这样想了 后来那个警察跟我讲 因为我所受训练的一点点 法律的常识 就是他们要带你走 要有一个居留证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个人还跟我讲说 哎反正等会儿北京的 就北京市公安局的人要来嘛 他们说他们要是来的话 如果没有那个手续 你也不用跟他们走 他们还在安慰我 你知道吗 对啊 还安慰我说 你也不用跟他走 我说对对对 我说莫名其妙 我还抱怨了一下 结果他们来 就真的拿了一个手续 说要传唤我 然后说给你看一下 这就是传唤你的手续 你要跟我们走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但是我还是真的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们根本啥都没干 你就还没真正的去做这件事嘛 就提前一天都被打断了 所以我又跟他们去车上 就把我送到海淀区的一个 应该是派出所的地下的楼下 地下室这样的一个地方 里面有就三五间 应该有五间左右的那种小牢房 之类的东西 就把我放进去 还把我眼镜给拿了 所以我都看不清 然后冬天那个时候 穿了一个雪地靴 我记得雪地靴还给脱了 穿了一个凉靴 就是进去坐在里面等 我应该是第一个进去的 就地下室的那些地方 我第一个进去的是 过会儿我就听到声音 我想 而且因为他们带人来 他就会让你把后背转过去 你就看不见 他说转过去 我就这样转过去 我就听到后面的声音 我就发现 李麦子 孙小辣 这些人陆续来了 有时候发出一些声音是吗 对 因为有时候讲话 后来我发现 怎么王伴也来了 我当时第一个想说 他不是回天津了吗 怎么也来了 我就发现 就越来越 几个同伴都被关在 同一个地方 再后来我发现 另一个女生好像也来了 就被带去审问 就问了好多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问 问你为什么参加这活动 你的机构在干嘛 谁组织的 等等 就问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一直到第二天 应该是晚上吧 第二天的晚上六七点七八点的样子 就有人来把我们带出去 对中间还有一次什么是专门提起来录像 有个人拿这个摄影机在录像 录啥啥啥啥 我后来脑子才回想起来 当时真的是有点出线条 我估计后来是可能要播所谓的认罪视频 就是现在熟悉的一样是认罪视频 我怀疑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拿那个摄像机的大哥还说 你让他重新再说一遍 然后那个警察都还有一点紧张 和不熟悉说 那个那你就说说 你在干嘛的 或者你就说 就有点反正就是那种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参加 对他们不是很熟 要怎么做 只是那个摄像的说 你让他再怎么说一遍 他才模模糊 又把一些问题重新问了一遍 可是后来应该没有播吧 因为他在问你的问题 其实你并没有承认什么 或者说我们就没说 就以前回答过的一个问题 我当时还奇怪 干嘛又问一遍 反正就是 就回到下午七八点 就有人把我们带出来 我就以为终于放我了吧 我当时心里就觉得 问了一天终于放了 我们就出去上开车 而且是当时两边 应该是实习生 两个人夹着我们一个人 上了一辆车 你是两个警察 实习的警察 对对对 因为我猜想应该是实习的警察 因为看起来都好年轻 穿着便衣什么的 但是一直开 我只觉得不对劲了 因为那个车一直往北开 开出了北三环 又开出了北四环 我就觉得因为我戴了电脑 戴了眼镜 他那个有路牌嘛 对对对 你可以看到车上路牌 就一直往北走嘛 我就越想越不对劲 我心里就越觉得有点奇怪了 那个时候李麦子坐我后面 但不能说话 但也是在同一部车 对我们在同一部车 我李麦子和王曼被带走了 其他人给放了 我估计可能那时候他们是学生嘛 当时我和李麦子和之前也有被警察问过 也有在工作也相对来讲 在NGO里面算活跃的 就已经是学生了 然后李麦子就在后面同我说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有可能我们会被拘留 然后那个什么37天啊 什么的有可能只有37天出来 或最低要拘留30天啥啥啥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慌 觉得不对劲 我说啊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被拘留呢 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然后真的就把我们送到了拘留所 还让我们签字 我开始我就说不签字 他说姑娘你看清楚啊 你们是被拘留了 我告诉你啥啥啥啥 然后他说你不签也没用的 不签的话 那个我在后面再写一个 说这个女的不同意签 什么但反正已经给你看过了 你就是要被拘留 你没用啥啥啥啥的 就跟我说了好多 而且我现在印象还蛮深的是 我当时列着一排 要去做体检的时候 那个带我来的那个警官就跟我说 姑娘我教你一个事啊 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别惹得别人不高兴 知道吗 还给你教一些调 对啊给我 对啊 就是有点给你一点tips或给你一点警告 说你知道吗 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别惹人不高兴 把拉拉 给我说了一通 就模模糊糊的 但是当时我真的没有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 所以在我的心里 就是那一刻说要被拘换了还是 我甚至没有觉得说 我就觉得最多抓三五天 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就走了 而且我记得NGO里以前大家随便开玩笑嘛 就是说哎哪一天你要被抓 哪一天谁谁谁要被抓 就是老开这个玩笑 我终于说啊原来以前老开玩笑 今天真的被抓了 而且我是学人类学了 我本科那个学科背景是人类学 社会学 我当时就觉得哎呀从来没来过监狱 我那个感动啊 对啊 我觉得从来没来过看守所 这次可以当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所以我当时的感受就是 把它当做三到五天的人类学的田野观察的机会 去进去的 对啊我觉得我我我真的像可能还算比较乐观的想法 就没有觉得太难过 或者太因为后来我们那个耗子里进来 有些人一进来就哭了一两天 你知道吗劝不动的那种哭 就开始讲想孩子 就开始哭哭哭哭哭 可能我那时候的感觉觉得哇好新鲜啊 这个是也是年轻吧 我觉得就有点出生牛牛犊 第二是我觉得最多三五天 那时候不是开两会吗 我想说可能跟开两会有关还是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撑死了三天四天 我就回啊 我当时心里还有一个除了一个紧张担忧 另一个想法是 哎呀那就趁着这三五天赶紧去观察一下 里面长啥呀 就是这样的一个幼稚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幼稚的 男一夫的想法就进去了嘛 然后面在里面生活是怎样的 我觉得第一天 第一天我最开始就觉得有点像爱丽丝漫游仙境 我们还有多少分钟啊 我们还有时间慢慢聊 OK 还有半小时这样吧 就像 sorry 没有我觉得很精彩的 对因为我觉得讲点细节 好像比讲你刚才说 你怎么看女群运动更好 对 因为这个就更落地一点 对没关系可以多一点 就开始就觉得是三五天的事情 所以就想说做一个田野观察什么的 所以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觉得是 tru young too naive 真的是tru young too naive 但是去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神的 因为我眼睛被拿走了嘛 我突然觉得好像跟其他媒体的报导 以前其他媒体报导都是悲情的风格 为什么我现在讲起来有点点搞笑的味道呢 实在是对不起各位外媒朋友们的报导 每次就是成长 对对对 因为现在已经笑看风云了 那个时候可能还是觉得有一点那个 我记得那天晚上就没有戴眼镜嘛 但是也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方面是紧张 一方面还是觉得好奇吧 就年轻人对世界的那种好奇 就是哇看守所是个什么样的 然后我觉得这几种不同的东西就夹杂在一起 包括后来被审问啊 被审讯的那个阶段 在里面的那个生活阶段 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放在里面的 一方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好奇 另一方面还是蛮紧张的 因为你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嘛 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样子 我举个最开始的例子 是做检查的时候 做体检 我忘记是 好像是有一个男的在做检查 男医生 男医生 我忘记我们体检是什么 应该没脱衣服 应该是剪了身体的 看你有没有纹身 还是看你有没有什么 但是好像就是脱外套 还是 我忘了 反正是剪一个 应该是 哎呀 有点记不清了 我当时还提过一个抗议 我说为什么要男的来检查 没有女的吧 为什么有男医生 对对对 为什么有男医生 什么什么 后来那个人就说 反正大概一次少废话 没别人给你检查 你那时候就觉得 无效 对就是有一种 反对无效的感觉 你好不容易 那个扛起自己的胆量 多叫几句 结果人家说 别叫了 没人来 你就这个人了 爱姐妹姐 就有点这种意思 你必须解 而且当时有个女警在旁边 后来我就说 那我要女警察在旁边 帮我看着啥的 然后就研指纹 但是我又看不清 我记得我当时还跟李麦子说 我说麦子我看不清啊 我就只能跟着他们走 就模模糊 因为我当时眼睛是七八百度 前面是一起的 前面是一起 但是后来我们就被分到 不同的房间和不同的号了 当时王麦还说 说他心脏不好 有心脏病啥的 什么的 说他要休息啊 然后啥的 我好像是我跟李麦子 就先进去了 但后来就再没有太听到 王麦的消息嘛 然后进去之后 他就会给你发一个被子 什么的 就开了一扇门 里面又长长的走廊 就带你进去 说行 你就在那个03 03号 对 11桶 什么叫11桶 然后3号 就说你进去吧 我进去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因为一进去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这个房间大吧 就有两个很长的那个地铺 的大的那个板子 然后就一群蓝色的被子 盖在上面 我眼睛也看不清嘛 就黑的蓝 就只有看到这个 但是我觉得当时特别奇怪 就有两个戴着红帽的人 在那儿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轮值的半夜的看守 但我一开始进去 我觉得好奇怪啊 这个地方怎么是这样的 然后就有一个 我们后来叫班长的女生 就带我进来 就说被子放这里 衣服放这里 现在先去洗个手 上个厕所 然后她还偷偷问了我一句说 什么罪名进来的 然后我就说 寻信自事 她说 来上个厕所 什么的洗脸啊 你的牙刷 当然它有一套东西给你 而且还是要你交钱的 我后来才知道 还是扣了钱的 然后反正那时候 一个是懵 一个也是紧张 害怕 因为在那之前 我就对看守所 完全没概念 而且你的想象中 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还是有一点点紧张 忐忑和不安的 因为好像听起来 好像是 你就会觉得监狱嘛 看守所应该是那种 犯罪的人 都是非常不友好的 可怕的人在里面 你觉得好像进去之后 你要想怎么面对这些东西 甚至走之前 那个李麦子 当时对他 现在想起来 他蛮侠干义胆的 就在后面还跟我说 要是有人欺负你 有那个里面的恶霸 牢头欲霸欺负你 你就按铃 按铃 什么呢 就跟我讲 你说叫管教什么 我就心里已经做好准备 说万一有牢头欲霸欺负我 我要怎么办 就心里开始在念着这件事 就有点单 开始有点恐惧 对对对 有一点慌了 然后进去之后 他说 他就把两个人撇一撇 说你睡里面 然后把那被子拿过来 我就开始在那里睡 但是第一天晚上 因为太挤了那个地方 我只有这么大的位置睡 睡的要侧着睡 对我是只能全身侧着睡 然后我一动都不敢动 我印象中 我基本没有动过 两边都是人 对都是挤满了人 我就是这么睡的一晚上 但是后来应该是睡着了 可是我印象中 我的空间就是这么大 然后直到第二天六点多 响了零 就有人叫说 起来了起来了 我就开始起来了 然后还有人催我 说快点快点 啥的 然后就第一天就吃饭 他就给你发那个馒头 我旁边的人还说 哎你是新来的 他说那个新 也不是说奉献 他说在这个地方 跟外头不一样 很多事情你都要看着点 就是都要注意 像吃饭也要吃快一点 多就是后来就是 你做什么事都要很快 你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 完成这件事 不然你就会被教训 或者被吼啊 或者是快点快点 或者是如果有管教恩灵 骂你们这个牢里的人 就麻烦了 反正对我来说 就是觉得很新 如果有个人来骂你 然后就整个 可能大家都不太好受 或者有时候会 比如说停你的热水 或者你不能看电视 就对你们的惩罚嘛 你都有受过这样的惩罚吗 我记得我们号好像还好 因为我们属于 我觉得我可能相对幸运 属于优秀寝室 就我们外面还有一个牌子 是优秀 什么叫优秀寝室啊 优秀什么 然后那个班长还算好人 因为我后来听了 别的号的遭遇 觉得他们还挺惨的 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分饭 如果你好的话 分给你饭多一点 不好你分得少一点 还有你睡的位置啊 还有比如说 有一些地方是上厕所 你都要排号 就资深的人先上 资浅的人 你是轮到最后一个上厕所 对啊就是有 我们其实也有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比如说像我 我后来才知道 可能因为我是政治犯 我所有的工作一直都是擦地 都是擦地板 这里面要劳动 对 每个人都要劳动 而且分为不同的组 最高级别的可能是被组 或者饭组 饭组就是负责分饭的那个人 好 背组就是负责叠所有人的被子 还有衣组就是负责洗 晒所有人的衣服 因为你的衣服晒呢 它会每天只有两个小 一个小时吧 还是我忘了 一两次的放风时间 放风时间衣服的人就赶紧去晒衣服 他们可以先出去 其他人要在外面等 那放风的时间可能只有十几二十分钟 然后 对 每天 只有一半的这个空间的位置 所以只有 现在算一下应该四平方米左右的地方 四五平方米 对 你就有一群人这样 可能多吧 六七平方米 就是一群人 你就要轮着走 其实你轮着走 你已经差不多把那空间都站住了 所以你要运动 就是这样 这样站着圈走 走走走走走 就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可以出去下游 还是太阳 走一走 然后就没有 没有别的一个时间了 因为它每天的作息都很 比如说六点起 七点吃饭 然后都坐着 所有人就必须在一个地板上坐着 也没事做就坐 吃一般是吃什么 吃馒头 真的 基本上主食是馒头 因为馒头是最好发的 所以基本没吃过米饭 那三十多天没有吃过米饭 就是吃馒头 而且你吃馒头 一定要注意是什么 你一定要用剩 不能剩 因为这剩的东西是不能扔的 你要么把它吃掉 要么你就千万别剩 或者你自己留着 就不能扔馒头 就不能浪费 所以还有就是炖土豆 我记得那个土豆的皮 都没有削掉 就是你可以看到 也有土豆皮在里面 土豆皮炖汤 还有青菜炖汤 萝卜汤 就是反正感觉就是很杂的东西 然后一星期才有一两次鸡蛋 和一次肉 但是那个所谓的肉也不是 现在想来就是 平时你在外面从来不会吃的肉 但是在那儿就觉得 哇好珍贵啊 今天吃肉 就是今天终于有一顿肉吃 然后今天有蛋吃鸡蛋吃 就是那样的这种感觉 那些还是比较少的日子 一个礼拜 我记得我第一个星期 因为我没有人给我存钱 我也没有钱 第一个星期我都是靠别人接济 像我来大姨妈 都是别人借卫生巾给我 然后纸也是借的别人的 或者接济 然后我一天 这一整个星期没有油水 你每天都是感觉 好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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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一天都是饿的那种感觉 饥饿感 在每一天就是让你觉得 好空啊 这个肚子为什么那么饿 就没有沾到油水那种感觉 然后 但因为对我来说 我会被提审比较多嘛 所以一方面是食物的 另一方面是 有时候你会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 因为你不知道会问什么 尤其是前十天 我是没有机会见律师的 我后来想到 其实他们那些策略也是挺聪明的 因为前十天的审问是特别密集的 就是我每天差不多 最多的时候三次 就吃完早饭 然后我们门口一个喇叭 还有一个24小时监控的铃 然后我们班长说 你连拿一根针 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里面 所以那个环境就是你拉屎 拉屎那个门是玻璃房 所以所有人只要一转头 都能看到你在拉屎 所以我们那个号里 有一个人30多天没拉过一次屎 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 或不想在别人面前拉屎 所以总而言之他控制 对 全部人家转就可以看 只要他们转的 对 当然了 你洗澡任何都是全透明的 所以每个人 当然了 每个人看每个人 因为他是会防止 你在里面做一些别的什么事 所以他24小时都是监控的 而且一有什么事 因为门口有个喇叭 一有什么事 后面就说 1103 谁谁谁 怎么了 干什么 然后你就感觉有一个莫名的 那个上帝发出了一个声音 说103 就觉得又被拍板了吧 你是1203是吗 对 我是在1203 一般喊过什么 你说103你做什么 回123干嘛呢 你干什么的时候 他们喊你 比如说有人在练操的时候 突然跑出来动 其实那个时候是不能动 而且按照规矩 地板上不能同时站 有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就你活动只能有一个人去上厕所 或一个人干嘛 你就不能同时 在坐板的期间 有不同的人站起来 这个是规矩 然后呢 我进去第一个星期是背 背监规 就你前三天啥都不用做 你就把那个监规背下来 有实际20几条 的一个监狱的规则 没错 你要背什么是违法 我记得有一次叫 哇 现在都记不住了 以前真的是背的好熟啊 现在记不太住 有一条叫说 一定要改过自新 深挖犯罪根源 就是深挖你 为什么犯罪的根源 被形成出来的根源 所以后来我记得 我老是被提审 然后提审的时候 最开始会问你的工作什么的 后来再过一次 你就会发现他们 知道你的信息越来越多 然后耗子里人都很好奇 因为他们一般小偷啊 诈骗啊 或者什么的 他们最多问一两次 有的人问一次就放回来了 所以每一次他们 我一回来 有的人就说 哇 伟婷婷 您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你为什么被提审那么多次 因为我一共被提审了三十多四十多次嘛 那几乎每天都有 对啊 前十天是三 每天两三次 两三次 每次是多长时间 每次 因为我没有表 我其实不太知道 但是按照 比如说你吃完饭 就七八点这样提你 然后十点 十一点放回去 所以每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所以每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有时候中午你睡个午觉嘛 下午两三点你又走 然后四五点又把你放回去 然后到了晚上吃完饭 可能也是七八点 八点左右应该是洗完澡的时间 应该八点多又叫你 我最晚一次是十二点多 就大家都睡的时候 才被放回去 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他们就是深挖你内心深处 对啊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你的思想就有 是的 而且你会发现 最开始他们不熟悉你 再过三五天你就知道 他们怎么知道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我记得当时还问我说 2012年冬天什么的活动 你是不是参加了某某组织的什么活动 我说没有吧 我不记得了呀 我说没有吧 他说你是不是主持在什么活动 我说没有吧 我就参加 我就提早走了 他说不对呀 我提醒一下你啊 哪一天啥啥啥 你不是主持了一个工作坊吗 我说哦 好像是 他比你还要 对 我就说 我就开玩笑 我说 呦 你这个那个功课做的挺足了 然后那个女警就说 必须的呀 后来我才想起 她应该是翻了我的微博 上面写了很多的内容 而且我记得当时谈恋爱 我写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他们还说 你为什么写这段话 你是不是当时就想犯罪了 大概一次 你当时就想策划这个活动来反国家 我觉得它有一点这个味道 我当时心里想 根本不是好吗 我这个是跟感情有关的 他就突然就是 去想这个东西 好像觉得你故意的 因为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外面有一些声援 和国际的声援嘛 可能他们就以为 你们这是 有组织性 有组织的 有异谋的 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要挖你 哪一方面 有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还 就是看我的日记 他们就说 哎 你有一篇日记写的啥啥啥啥 你日记是指 你在微博上的 No我自己电脑里的 因为我电脑被带走 把你的电脑也 对啊 我那个时候觉得 哇太愤怒了 我就心里就说 妈了 反正我后来 回去跟我们 看守所里的人说 我说 哎 每去一次就感觉 被强奸了一次 就是因为他会问说 哎 你当时写了这篇 说明的思想有什么 所以他审查了 不仅是你的行动 他还审查你的思想 所以你当时 是不是已经这样想了 想 因为我当时写说 我说好像是 有时候觉得 做一些工作 对于社会结构 或对于这个政策 其实是没有变化的 我就说应该 反正日记里 忘记写什么 类似这样的意思 他就在分析说 你是不是那个时候 已经在想 做一些什么反动 或者颠覆的事了 就开始说 真是厉害 把我的日记 都不知道藏在 哪个角落的东西 我就觉得 他们真的把我这一生 就是二十几年的 都真的 比如说你以前 在这个学校读书 你参加过什么活动 然后你几月几号 去了美国 你在美国接受了 什么培训 什么什么的 对 他们都给你查得很清楚 比如说你跟那天 某一天 跟谁谁谁开了一个房 你们那天干嘛了 是不是参加 开房记录也 因为我后来发现 比如说他们那天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他说不对啊 那天你不是跟李麦子 开了一个房吗 你们两个在 怎么样 我自己都记不住了 因为他们问的是 你看他们12年 11年 就更早的事 包括 我就想 我自己都记不住了 他们还能记住 我觉得真是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搜索信息的能力 这些会让你很恐惧吗 当你这样一个人 把你的事无巨细 所有 而且往你好像 往有一个政治犯罪名 这样方向去靠 对对对 而且说实话 我有时候有一瞬间 我都在想 是不是我真的是犯罪了 OK 因为他们会说 我都会觉得 比如说他们说 你说你们虽然在街上 可能他会这样讲 可能你的意图是好的 但是你想你要是把交通堵塞了呀 或者你们去地铁 造成了交通拥挤 怎么办呢 而且按照法律规定 你要做超过多少多少人的活动 你应该报备 如果你不报备 你就相当于是违法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在想 是不是真的是违法了 或者某个程度 在我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违了法 我甚至有一段时间 都会这样子去想这个问题 然后 一个是觉得恐惧 就觉得哇 他们怎么知道这么多 另一个就觉得好担心 但是我当时的担心 他不担心我自己 我记得有一次 我记得我唯一一次哭 是他们忘记 他们是问到一个事 我就想 他们怎么连这个事也知道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 就是哭了一下 我就说 麦子跟 我说麦子跟大兔是好人 因为我当时会想 我觉得我在这个行动中的角色 只是一个志愿者 我并不是组织者 所以我当时在脑子里排序 我都在想 如果他们先抓 或者要判刑 应该会先判 先判审 组织者 或者什么 我就会觉得 可能不会先判我 或怎么样 但是我就觉得 我就当时说 他们都是好人 什么的 就说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也会担心 因为后来 有见律师 律师就会跟我讲说 这个事有可能会判刑 或者 我最后七天 是特别焦虑的 因为最后就见不着 那个律师 所以我的律师还跟我讲说 这次出去之后 不一定能够见得到你了 如果快的话 可能七天之后见 但是如果被判刑的话 我就问大概判多久 如果判的话 他们就说 有可能判半年 有可能一年 也可能三年 什么的 我当时回去 我就在想 如果是三年 我要干嘛 如果在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就心里还是有 有时候也是很 蛮焦虑的一个状态 然后对 比较焦虑是最后几天 还有前面的十天 那个状态 我觉得是比较焦虑 因为前面十天 我觉得最让你恐慌的是 信息的隔绝 就是你在里面 你没有电脑 没有手机 你所有接触的 要么就是这个号里的 三十几个人 你聊天 但你都是问的是 他们背景信息啥的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 在海淀看守所以外的 世界发生了什么 然后你也完全不知道 自己的命运将会在哪里 所以这种 这是一种 对于未知的恐惧 以及个人人生不自由 包括你的信心 甚至一定程度上 思想不自由 给你带来了这种恐惧吧 或者你就感觉好像 太缺乏对于自己 个人生活的这种控制感 就一切都不是你控制的 你看 只要门铃一想说 1203 我停停 你就开始出去了 然后就有人开始 跟你手上套手套 你就出去了 人家问什么 你不回答也不行 他不回答 有一次我想不回答 他问题说 他说你故意这样子是吗 那我们就耗着 耗到十二点 后来我心里想 耗着也不是 你总是还想回去 对不对 所以你有时候又不得 他们问了啥 你又得配合一下 所以就是那种 就是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感觉 我觉得是特别不好 失去了 而且 我掌控前像你说的 完全没有 对 你完全 真的是 我为鱼肉 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的感觉 是被剁 有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们知道的比你还多 你说 就是那种感觉也不好 很不好 因为我再聊一下 你想聊一下 至少有一个收获吗 在监狱收获 有有有 好多 其实我后来想 一个我认为 我在所谓的女权无姐妹里面 我认为我自己相对是幸运的 真的是相对幸运的 一个是我在里面有认识我的女朋友 就是有收获爱情 另一个是 其实 就刚才讲的这种紧张恐怖 失序的感觉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认为 它其实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广袤的 关于女性 或者关于性别 或者是关于人 这个话题和这个主题的一个思索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我前面呢 就不讲了 太个人 因为一方面在里面 有一段时间谈恋爱嘛 所以那个日子 其实 没那么难过 某一种角度来讲 不是那么难过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 其实后来想想 有一些人权的行动者 如果你是监视居住 或什么 其实这个日子真的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人嘛 你认为都是自己一个人 其实那种孤独是更困难的 那我那时候有三十几个人 因为 我也自己认为 我相对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天 我还会在里面讲 同性恋啊 讲性啊 就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而且在里面三十多人 他们都来自不同的阶层 比如说有一个 大公司的那个法人代表 年纪六七十岁了 我们都叫阿姨 好像他说他是被骗了 反正怎么样 因为他是法人 还有一个那种重要的诈骗犯 可能诈骗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人 还有卖白粉的 就是犯独流的 对真的是三叫九楼 还有卖所谓卖赢的 其他人讲卖赢 但他说他是前台 我们就不确定 到底是不是真的卖赢的 然后还有小偷 偷东西的 通iPhone被抓进来 偷三四千块钱被抓进来 还有一个小胖 我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讲他的 就十八岁 刚过十八岁 很年轻 就偷了几千块钱 在里面就是 家里人什么都不帮 我后来还背过 他父亲的电话号码 就在我出去之前 他说你帮我打个电话吗 说想叫他爸来帮他什么的 结果打个电话 他爸就没理他 所以当时就觉得 哇 就这么处在边缘的一个人 太无助了 而且他是个文盲 不会写字 我特别记得 就在他里面 对开始他也没人给他存钱 所以当时我跟我女朋友 我们稍微有一点钱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有钱 你才能买东西 而且你只能 每一次只能买几十 还是一百 你不能买太超过的东西 而且一星期就只有 那一点钱你可以用 所以你会可以买一些 几个苹果 买一些饼干什么的 我们后来说 哎呀我们东西还蛮多 而且我快走了嘛 我没快走 忘记反正我们东西多 我们就说 给一盒饼干很小胖嘛 他也特别感谢 就是给完之后过了一会儿 放风的时候 他也特地跑过来说 哎呀谢谢你们啊 什么什么的 因为他在里面就很边缘 又没有钱 又年纪轻 我记得他的判决书比我来早 是三十天还是什么时候就来了 我跟他是同一天被抓进去的 哇讲得太快了 缓一下 我跟他是同一天被抓进去的 然后我当时记得 我是坐在板上 然后我旁边就是那个大门 然后在那个门上 就有人来送判决书嘛 说他的那个决定下来了 说批捕 就批准逮捕 就他要被逮捕 和接下来他流程就是会判刑 去法院审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让他看 但是他又看不懂 然后就感觉 哇好心酸啊 就那个感觉 你想18岁年轻人 偷了几千块钱 而且我被提审的时候 他还问我说 他说魏婷婷 你出去帮我问一下 偷应该是三千多吧 他说偷三千多 判多少年 因为他一点消息都没有 而我是唯一每天 每天都出去见警察的人 他就会觉得说 你每天都见他们 他都没有机会见他们 怕他一直想问 他说你帮我去问一下 警察要判多久 我当时还真的去问了 然后那个警察说 你这么关心别人干嘛呀 说关心你自己的事 然后啥的 我就说 哎呀 我说有一个御友 他让我帮问的 他因为他不知道 他要判多久 结果他那个判决下来了 他也看不懂 还是个文盲 好像不能签自己字 还是什么 因为你要签字 还是别人念给他听的 说怎么办 批准逮捕 知道了吧 知道了 就拿走了 就这样 所以你就会觉得 一个是人的那种生命的 微小性 但是另一方面 你又会觉得 在那个地方 跟30多人 他们其实是很有力量的 一方面是微弱的 渺小的 或者你的命运 是完全被别人摆布 你完全是无知的 无能的吧 没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另一方面 你会感觉 这个创造力 我怎么会说 创造力这个词呢 是因为 因为其实你的东西 是很简单的嘛 可是他们真的会 用这些很简单的东西 做出丰富的东西 比如说会做 我想想是萨奇 比如说我们 看书所里有面镜子 其实它不是镜子 因为你不允许有镜子 它是用什么做呢 它是用那个牛奶 酸奶还是牛奶 不是有那个锡纸面 它是把锡纸面 磨掉了一层 结果它就变成了一个镜子 我不知道谁坐在那 所以你就可以照镜子 然后呢 比如说那个 OK sorry 就比如说 我想想啊 比如说有一个人 还用一个针 其实不是针哦 不知道他们怎么磨的一个东西 然后穿线 就可以缝东西 就你在完全 什么东西没有的情况下 他们会自己创造很多东西 而且这些都是 看似比较底层 比较微小的 对啊 对啊 在这样的环境下 创造出很多 而且他们的故事 其实很有意思 很有力量 我中间在里面 其实有机会是看书嘛 我看了三毛里一本书 我觉得听了这句话 就特别有感慨 他写了一篇文章 讲的是 他在 应该是在沙拉沙漠里面 给那些囚犯 买了一些水送给他们喝 好像是可以送 当时他有一句话说 这些牢里关的 其实都是一般的人 他说真正的犯罪的人啊 他说就像中国人 你说的龙一样 你是抓不着的 我在里面的感受就特别深 就真的是真正 特别恶的人 真的是中国里的龙 你是抓不着的 你现在抓到了就是 那种一般的呀 偷偷到道呀 或者什么样的人在里面 小地层的 是啊 而且其实他们很多人 做些东西都是有理由的 或者都是因为他们的环境 或者什么东西让他们 所以我觉得 一方面就是很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 另一个很小的故事 我分享一下 我们不是在里面聊性吗 其实我感觉 他们都很感兴趣 然后呢 后来有一次 看一个杂志 有一个女的叫易日红 她每天都会一边 她是地主擦地 一边洗麻布 一边开始唱歌 所以什么 床码头什么 我就从她那儿学的 我后来一听到 我就想到她那个 就是我看不清嘛 我只能看到她的模糊的背影 在那儿洗 一边在那儿洗衣服 一边开始唱歌 那个感觉 就是很有意思 很鲜活 后来那个 有一次她还跑到我旁边 给我说什么 我有过性高潮 然后给我看这个 说你应该看一下这个 什么 就开始跟我聊性的故事 然后包括一个 在清华大学天桥下面 卖假身份证的人 还跟我说 其实她跟警察搞过 就是类似的 她怎么跟警察搞好关系 可能就睡过觉 什么的 反正就是很有意思 你看到底层 底层里面各种 对样的男生白态 对对对 好快见 我们十分钟 我们在想 因为你这样子出来之后 其实对你自己的成长 是很巨型的 而且但是这也 对很多人来说 也是个挫折 经历这样一段 并不那么好 那么愉快的一个经历之后 其实你还在做一些 行动派的事情 那你能说一下 在后面出来之后 你做了哪些的 还在坚持做 和为什么还会坚持做呢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 是想放弃的 就在里面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我就不做了 回去之后 他们还劝我说 你比如说你去复联啊 或者你去选择人大代表吗 以后你再用你的证件 去影响别人吗 十分钟最多 后来用你的证件 去影响别人吧 然后后来想 算了不做了 但是我觉得特别激励我 和感动我的事 就是我出来的时候 发现其实好多朋友在支持我 或者好多人 包括他们做那个行动派的这种 声援呢 还有全国 哇 我当时就觉得 哇 好感动啊 就是有这么多一个 全世界的力量在支持你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特别的受激励和感染吧 也很 也很 touch的吧 所以就觉得 哇 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太重要的事情 不是一个轻易能放弃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在那之后 我反倒好像感觉 某一个层面上 离这个女权行动 或者所谓世界的 solidarity 这个概念更近了 而且我特别感动 是好几个地方 是以前我会开一些 国际会议嘛 我有朋友就会 给我写信 来告诉我说 我们在纽约时报上 看到你的文章 我有一个印度的朋友说 哇 他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oment for the transfering no international 反正他就大概意思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际女权 行动团结在一起的 一个重要的moment 然后他还说 因为他是印度 我以前见过他嘛 他说 哎 听听 我们还做了一个website 去做你的petition 就给你请愿什么 做一个capition 这个是link 我们当时做了 还 他们应该是第一波 戴了面具的那群朋友 就我以前 因为我以前去过印度 采访过他们 明来是第一波 戴了面具的那个人 他们还说 我们有个petition 我一点点去才 两百人 我现在想 一百多人在中国 根本就不是事儿嘛 但是你又 内心又觉得好感动 好温暖 因为他说 我发现我这个朋友 失踪了 我们做了一个petition 的往下 给你 而且你后面发现 更多的国际组织 是的是的 非常非常 所以这真是一个 很感动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激励吧 所以后来回了 因为16年 我就搬到广州去了嘛 然后16年的时候 就在想 那到底做了什么呢 因为我后来是 根据我的一个感觉 直觉或者什么东西 我会觉得 好像当时没有太多 几乎没有哪个组 是专门focus在 性骚扰和性暴力 这个主题的 所以我当时说 那如果要去 办一个机构的话 那我一定要 把他的主题 做在跟性骚扰有关的 所以当时就做了 想了好多不同的名字 最后就决定说 叫广州性别交易中心 这样一个机构 对听下去 好像很正式的名字 然后呢 就做了这样一个机构 然后我就看 最开始一两年 其实是没什么钱的 然后当时还特别好 有一个另外一个机构 愿意share 跟我们share一笔 funding小的钱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很初始的钱 来雇 就是相当于是 两个兼职的工作人员 所以最开始 这个小机构 就开始做起来 然后就陆续做了 一些调查报告 做了一些研究 也做了一些行动和倡导 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 然后 但是我觉得到了18年 可能也是因为 MeToo的浪潮 或者17年 有一些积累和积累之后 我们其实得到了不少的一个机会 比如说南都基金会主动来找我们 但他们也蛮谨慎 谈了小半年 来找我们合作 愿意跟我们合作在一起 比如说当时MeToo的受害者 我们也有一些合作和联络 然后我们也在做一些 比如说当时是计划做剧场 或者做一些工作坊等等的 其实差不多在18年的时候 还是我自己认为 如果你专注这个方向 想继续做下去 其实是 我可以预见在两三年期间 它是会发展得非常好的 挺好的一个网 有可能它就是会变成一个很大的 就是全国的这种网站 或者网络 如果没有那个别的 这种力量来介入的话 没有那个 没有别的这个阻力的话 我自己在可见的范围内 我可以感觉和认识到 它会发展得非常好 但是很遗憾嘛 就是在 在我认为 其实它是已经慢慢在起步 而且就是很快可以做一个很快的 这个发展的时候 就是碰到了这个不可看力嘛 就是我们在18年 下半年开始 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原因 一个是我女权无姐妹这个身份 因为之前我就发现 被调查嘛 就有一些跟我们合作的人 就被警察打电话说 不要跟我们合作 什么什么 另一个是这个机构 后来我们也有参与一些 MeToo的行动 所以也被 我猜测可能也被认为 是MeToo的幕后黑手之一 就是会被问啊 还调查我们的资金来源啊 等等 就是种种各方面的压力 再加上别的行动 因为后来我们开始想办一些 线小的活动 发现都办不了 就你跟谁联系 或怎么样 你都 就是被问 或者你要跟别人合作 甚至官方合作 我记得我有一被 我本来不是被邀请参加一个 官方的论坛发言的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哎呀 我和另外一个外地来的律师 也都不能被发言了 就叫我们 不能来了 怎样怎样 所以就会感觉到 关于这个议题的 这个敏感性是越来越高了 然后也不能再做了 那直到18年的12月 我们就自己 因为这些种种的压力嘛 有实习生被找 有志愿者被找啊 什么的 都关联的人都被找 所以我们就先把 微信公众号给停了 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资金来源 也被就是告诉我们说 不能再给你们捐助了 不能给你们钱 什么的 这有点是遇到阻力 对 就是很 你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阻力在这里 以前刚开始碰到困难 可能就觉得 可能还有机会 可能可以再拼一拼 但是在那后来就觉得很难了 再到2019年1月份 我们这个机构和广州 那个广州彩虹高校联盟 都被列在民政部的非 涉嫌非法组织机构里 而且现在你知道特别厉害是什么 你搜百度 比如说你搜广州性别教育中心 你会发现百度显示 它是被列在涉嫌非法组织名单 第一条 没错 你也搜过是不是 我去搜过 我说妈呀 完了 你就觉得 相当于它切断你所有的合法性 只要别人一搜你 它就说 这怎么是一个非法组织 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在下面工作 所以差不多到了这里 这个机构就关掉了 那么多那么多的阻力之下 你最后现在还会想着说 能做的东西是什么 还会将来还会做什么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策略的问题吧 我现在就是还做一些 关于心理咨询的工作 一方面是我自己本来15年的时候 看到周围很多朋友 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 就是traumatize 或者就是跟PTSD 有点相关的这种创伤的存在 我就开始感兴趣 那开始做me too之后 其实我会发现 心理方面的支持 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对非常重要 有没有人去填补的一个空白 再加上它是一个 相当于是提供服务型的嘛 从某种程度上讲 没有那么 没有容易碰到那么多的阻力 没有那么敏感 而我自己在学心理学之后 我发现 其实心理学里的难学思想 和这种还蛮严重的 所以我目前就是在学心理咨询和治疗 自己也开始在做心理咨询师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带过 关于性侵受害者的小组 现在在带同志行动者的心理小组 我发现还是非常有益处的 那对于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 我觉得前面十年都在做这种行动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也会觉得有点职业倦怠 就好像都在重复嘛 都在重复同样的项目啊工作 那现在我学心理咨询对我来讲 也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在学习 所以未来可能在想说就是做 关于性别啊 或欣赏数领域的咨询 嗯好行 好的谢谢 谢谢谢谢云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